这文章不是胡说八道吗 什么叫目睹后刺刺一人 明明就是那些讨债的 实施这些行为以后二十分钟 雷星女才行凶的 这不断章取义吗 而且现在舆论这么大 转发令已经过两百万 现在供检法怎么解释 都没用了 姐姐 你电话 喂 玉菲 我看了网上的报道 怎么回事啊 端章取义 这案子还在二审 他们什么都不了解 就信口开河 没错 尤其这是自媒体 你别往心里去 没事啊 你以后啊 少少啊 远哥 我先不你说了 把电话了 好好好 喂 厅长 高院找我 当参佐 后到这次 himself 他已经在钓ا上了 小研舟 就ären了 我们安息好 强远 都被 нашего 当然 也有这种可能性 可是我在审问雷星宇的时候 她回答问题时明显犹豫了 神情不对劲 眼神有闪躲 手上还有一些小动作 所以你判断雷星宇 在这个细节上撒谎 根据就是你询问的时候 你的感觉吗 当时我们也有考虑过 问询第三个被害人郭某 可是当时他做了第二次手术 术后感染进了ICU 所以没能求证 吴法官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郭某的兵器已经好转了 现在转入到了家务病房 我们在询问他这个细节的时候 他的表述和雷须已是一致的 有没有可能郭某伤势过重 记忆力发生了偏差呢 孙老怪 孙老怪 嗯 双方的表述都有可能 因为各种原因 而发生记忆偏差 为什么你坚持认为 是雷西宇在撒谎呢 你不想要是